你好欢迎收看9月20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联县议会教育小组关心孩童的食安议题 20号上午特地安排营养午餐 供应商的食品加工厂进行抽查 而业者指出营养午餐一律使用国产的肉类食材 并强调可溯源 让孩童能够吃得安心 花联县议会教育小组总召魏嘉贤 议员郑乾隆 周军佑 胡仁顺 韩宁美 在花联县议会进行营养午餐供应厂商 7家业者的考察抽签 来 抽一下 来 周军佑喜欢的男区 得力强 而教育小组总召魏嘉贤也指出 因为职责的所在必须帮忙所有的家长 来监督营养午餐供应业者的实际情况 是否有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食品的加工 那我们也是帮忙所有的家长 来监督这些德标营养午餐的厂商 是不是有按照相关的一定规定跟流程 来做相关的一个食品 那这些营养午餐经过中央厨房之后 会送到各个学校去 让每一个孩子来食用 所以相对的安全性跟食安的重要性 非常非常的 对于孩子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肩负这样的责任来做相关的抽查 那尤其是最近蛋的问题 也是所有家长非常关心的 所以我们到现场之后 也跟厂商来了解他们带的来源 食材的来源 才能够确保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食的安全 食的安心 并且对于学校营养午餐 蛋品是否均采用 国产可溯源的鸡蛋 教育小组也呼吁教育处 能够加强食品的鸡差 记者凌杰 花铃市采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